近日有关NBA复赛的消息持续不断 篮网球星欧文频频发出不同的声音 他在上周组织了一场80人的视频会议 呼吁球员们不要参加复赛 日前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又爆出 欧文在篮网内部群聊中 劝说队友不要参加复赛 同时想要球员们组建自己的新联盟 对抗NBA 这迅速引起了网友热议 有网友评论 欧文的脑回路实在是够清奇 在上周的视频会议中 欧文以疫情和种族歧视来抗议复赛 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包括霍华德在内的很多球员都赞同了欧文的想法 而欧文与布拉德利等人也代表球员同盟 向ESPN发出了一份 关于NBA复赛和种族不公问题的声明 美国体育界也对此展开了持续讨论 但声明刚发出来之后 又爆出欧文建议球员自组联盟的消息 则让所有人都傻眼 毕竟这与欧文之前号召不要复赛的做法截然相反 而且球员们想对抗NBA 建立一个新的联盟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严重违反合同契约 不过欧文的队友齐奥扎则出来澄清了这则消息 你们现在就乱编 往我的兄弟身上泼脏水 快停停吧 你们现在变得真烦人